你的智能主播 AI财晓星为您播报 财新早报2024年3月18日 每日重磅 随心听财新的听众朋友们 早上好 今天的重要资讯有 意大利罚款TikTok 1000万欧元 TikTok不认罚 当地时间3月14日 意大利竞争管理局 对字节跳动集团的三家公司 分别处以1000万欧元的罚款 这三家公司 分别是爱尔兰的TikTok技术有限公司 TikTok信息技术英国有限公司 和TikTok意大利有限公司 AGCM称 调查确定了 TikTok在传播内容方面的责任 比如一项法国伤疤挑战的有关内容 可能威胁到用户的身心安全 尤其对未成年和脆弱的用户 TikTok对媒体的声明表示 不同意AGCM的决定 淘宝正式开启新疆包邮计划 3月16日淘宝微信公众号显示 打开手机淘宝 搜索新疆包邮即可进入 新疆包邮专属频道 涵盖服饰 快销 食品 加清百货等 各类目共计上千万件商品 全部支持包邮发昂新疆 淘宝表示 新疆包邮专属频道将长期运营 所有人在新疆的消费者都可以找到包邮到新疆的商品 除此之外 所有支持新疆包邮的商品都会在淘宝搜索页面及商品详情页上 看到新疆包邮的专属邀签首周淘宝将发放500万份红包即免单券 河马大润发否认被出售给中良 3月17日 有消息称河马和大润发将被出售给中良 河马和大润发的公关均发布朋友圈否认 阿里投资孵化了线上线下双期的河马先生 并分别在2017年2020年先后收购大润发及其母公司高新零售 预作新零售大卖厂试验田 2023年四季度 高新零售河马等其他分布收入为470.23亿元 同比下降7% 经调整易BITA亏损扩大至31.72亿元 主要是由于高新零售若干业务规模缩小 以及客单价降低导致 一周内6家上市公司高管被留置 3月15日盘后 绅士主板深圳静佳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 当日收到四川省八中市恩阳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通知书 公司实控人董事长乔鲁宇被立案调查并留置 3月14日 科创板上市公司北京天怡上家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也发布公告称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佩芳被留置 创业版上市公司浙江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控人之一 董事总经理叶剑标被实施留置 吉利案调查 加上此前 安徽超越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司科瑞国光电器 发出类似公告 一周内已有6家上市公司高管被调查 留置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核查处置315晚会曝光问题 3月17日 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众号整理 对于央视315晚会曝光利用废旧手机主板 生产主板机的现象 广东 湖南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对主板机企业 开展现场调查 查扣主板机121个 主板机箱78个 手机主板280个 针对315晚会曝光虚假宣传酒类治疗功效 四川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对生产销售听花酒企业 门店开展调查 查扣听花系列酒 36,225瓶 包装约6万套 期刊318本 抽样送减品类94个 则令商家立即暂停销售听花白酒及相关产品 并对中国食品杂志社发表听花酒相关内容开展调查 针对红娘们用完美的虚拟人物让客户掏钱 广东北京市场监管部门约谈珍爱网 百合世纪家园恋爱客等涉事企业负责人 则令涉事门店暂停经营全面接受调查 腾讯联合清华 港科大推出图生视频大模型 3月15日 腾讯和清华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全新图生视频模型 Follow your click 基于输入模型的图片 只需点击对应区域 加上少量提示词 就可以让图片中原本静态的区域动起来 一键转换成视频 腾讯称 图像到视频生成的技术 在电影内容制作增强现实 游戏制作以及广告等多个行业 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芯片弱智桌票房降30% 刘德华 红毯先生改档后仍无起色 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显示 第十一周 全国电影票房收入5.36亿元 环比下降34% 这是春节档之后 电影市场表现最差的一周 桌票房首次跌破6亿元 周处除三亥以1.36亿元票房再度夺冠 当前累计票房5.2亿元 紧随其后的沙丘2票房产出1.18亿元 爱情片被我弄丢的你票房7246万元 从春节档撤出 重新上映的红毯先生仍没看到翻盘的希望 上周票房只有618万元 以上是财新今天为您带来的资讯 更多深度报道请下载财新APP 订阅财新通可享六折优惠 活动详情可登录Twitter 搜索财新通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